这个是雄女 黄杰的母校 当时有办活动什么的 但是黄杰人没有办法到 所以是她的看板这么大 这么大一面 完全是了不起 康玉成 称黄杰有事没办法到 所以才把她的看板放在校园里 到处都是看板 这个是蹭好蹭满 人没来也要蹭 这么爱蹭的人 这么爱秀的人 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露脸 那显然她是不是不在呢 我不知道 好 那另外一方面 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大家讲说现在不在台湾的 还有你也是要选高雄市长 柯志恩 好 柯志恩呢 跟着江启臣 他们进行了国会外交 他现在人在捷克 那柯志恩有发声 他说虽然现在人在海外 但心系高雄相亲 很抱歉我们做的不够多 此时无法与民同苦 内心更是焦虑难安 也深切体认 面临气候变迁的冲击 我们所居住环境所面临的挑战 未来治水防灾的课题 必须要再加强改进 那同时他在高雄的房子门口 一样嘛 也是淹掉了 那在此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个人 这边有没有放出来 就是这个沈柏阳 沈柏阳人在日本啦 好不好 他跟因为被粉丝 粉丝他会碰到女粉丝是不是 跟他一起合照 所以他目前也不在台湾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是有机可循 网友还记得 因为沈柏阳还有黄杰和吴佩毅 他们每周四会固定有一个直播节目 叫加开临时会 那么在上个星期四的直播节目里头 黄杰呢在ending的时候就说 下礼拜跟下下礼拜都是预录的 所以有可能这就是 黄杰不在台湾的线索了 好那 而且很厉害呢 怎么厉害 还有网友说 还有另外一个疑点 就是我刚刚不是讲吗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在日本和民众合照 那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呢 就在下面留言说 你们怎么都可以都跑出去 你们怎么可以都跑出去 所以我就说 王定宇留言的你们 是不是可以推测沈柏阳 与另外一位王定宇也熟识的 民进党政治人物 也在凯米台风来袭的时候出国 当然啦 没有办法确定 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你们有包括黄杰在内 好那你说出国又立刻回国的 就是前几天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到了美国 我大概落地才六个小时嘛 就紧急返台坐镇 这样子也被骂好不好 先是骂他浪费机票钱 后来说他又耍笨 演戏 作秀作很大 那王一川呢 这个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呢 直接还强强强强 继续演 留在美国的台中市府团队 和台中应变中心连线 还带着应变中心标准服装 红背心 他说真的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了 红背心也不行吗 我跟你讲 卢秀燕直接回说 这个穿上红背心 是要提醒民众 这样的会议是重要 而且关系到安全危险的 重点来了 在这边 穿着应变中心服装 这是中央的规定 应变会议有一定的规格 其实有嘛 王一川之前也是当台中市的交通局长 他当时自己都穿红背心 賴清德也穿红背心 那当然你也别忘记了 在去年的时候 侯友宜那时候也是怕台风 所以带着红背心 到在日本访问的时候 也是穿起来 因为视讯连线 视讯会议 通通都被骂 所以简单一句话 其实就说完了 红背心就是中央规定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 是不是 吴秀燕的事情也看得出来 一来民党很怕他 他可能是未来很强劲的劲敌 二来真的没有什么好骂的 所以骂来骂去也没什么创意 红背心已经是极致了 对 我是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你不觉得这个眼中只有选举吗 就什么事情就是选举 什么事情就是选举 今天台风到了以后 对他们来说也只有选举 所以那么多的一些状况 在高雄是还没有淹水之前 他们眼中能够 呆得到的一个的可能话题 就是卢秀燕 那也就像是刚刚清卉讲 确实卢秀燕这件事情 坦白说 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他先前 如果他那么的担心 他接下来因为可能有更高的位置 要去走 走向更高的位置的话 很多事情就避免遭到任何的争议的话 他可能其实可以不要去 但坦白讲去了以后 他任意这样的折返飞飞回来 那你有什么好骂他的呢 那总比黄杰一个人这样的 在那边说谎 然后神龙见首不见尾 到现在为止不晓得在哪里来得好嘛 但是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像王毅川 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 算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 非得要去挑卢秀燕 那坦白讲我认为这个部分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啦 接下来卢秀燕可能心里面要有数 就是所有的未来这段时间 一定是要把他当作一个最主要的 下一次的总统候选人来进行攻击就是 所以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会被放大去检视 那直接回过头去看 那如果你真的要盯着选举看的话呢 那你说高雄市这些人也是要选举嘛 所以你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呢 就聊到水里面去的 我也觉得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政治就到这种水平而已嘛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去选高雄市长 那你只要证明我与你同在就好了嘛 你看这些人什么邱逸莹啦 许志杰啦 什么林黛化啦 就每一个人都po什么照片啊 就是涉水的照片 然后站在水中央的照片 什么台风动向图 这样子就可以选市长哦 那我也去站在水里面 哪一个当过电视台记者的人 没有站在水里面过 我们都可以选 抱着住电线杆的也有啊 但我的意思说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记者媒体 可能是要让你感受到现场的状况 虽然能够站在水里面的 绝对不站在陆地上 但问题是你的政治人物 你是高雄市长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今天高雄是为什么会淹水 而且在这个当下 我后来很关心我一些高雄的朋友 我还跟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联络当中 他们其实有些人 都是当初挺民进党的 坦白讲有不少是挺民进党的 他们这次就很生气的跟我说 你好歹告诉我 就说好 已经淹了 那我现在如果要出门 哪些路段不能去 哪些路段已经淹水 我的车子哪些地方可能不能够停 哪些地方已经泡汤 他说他很急 因为他必须要去出门做一些事情 结果呢 早半天找不到任何一个讯息 就是说从立委的官网 然后从市政府的官网 没有任何一个已经两天的时间了 都在淹水中 都在狂风暴雨中 就没有那种即时讯息告诉你说 好 高雄市民我们现在碰到了天灾 那我们不要慌乱 什么地方怎么样 什么地方怎么样 市府可以帮你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都没有 当下就像盲剑客一样 所以所有人就在狂风咒语当中 然后呢 他说后来是在哪里看到有 淹水的即时 他说后来 那时候还看到昨天中午 然后呢 就看到陈其迈在五间新闻当中受访 轻描淡起来说 有一些地方是淹水了啦 他说他听到那个话之后 差点摔饭完 他就很生气 他说根本就已经很严重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刚刚讲到 就他们去找很多高雄市的官网 市政府应该要提供一些 相关的即时讯息 来帮助高雄市民 怎么样面对这个风灾 要找不到后来是在一个 什么高雄市美食地图啊 说有个美食地图的网站 然后呢 是高雄市民自发性的 把他们自己看到的路段 通通PO上去 自立救济嘛 对 所以就用自立救济的方式 去相互的这个提求 说哪个路段不能够走 哪个路段 这个地下道都淹水了 哪个地方的路数倒塌等等 怎么样 所以他就觉得 对于高雄市民来说 他说连这个最简单的事情 他都不要跟你去谈说 好 为什么淹水了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之后要去讨论的 之前应该要做的 这当下就只能够 好歹连最基本的讯息 高雄市政府都没有提供 你不要讲说高雄市政府了 接立委们 你站在水里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一想 你要不要告诉大家 告诉你的选民说 哪些地方积水 你就是 我觉得对 我觉得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说 就作秀的成分真的是太大了 你要作为一个网红政治 你也不能够到这么的虚伏 你就去挑一个水很深的地方 站在那个地方 就代表你水苦民所苦嘛 我觉得这个部分实在是太 太小看台湾的这些民众 不过当然也是 我觉得很多民众也因为 或许你就是一次两次纵容他们 一次两次淡忘这些事情 也才会助长的这些政治任务 用这种方式来对应这些 其实在很多的老百姓的身上 事实上是一个生命 是一个财产的问题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协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卤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卤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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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